剛剛觀眾給答案了 昨天融資的暴增 多數都是散戶 散戶我跟隔壁鄰居會團結嗎 你用借錢買股票 跟他的想法會一樣嗎 他買中鋼你就買中鋼嗎 當然不一樣 所以觀眾請上來囉 籌碼會亂就形成阻力 並非助力了 因此台股下個禮拜來請說 第一個行情 我認為還是震盪往上 只是震盪會大 因為目前的行情就是過高 過高是多頭 但是問題是籌碼有點亂 我問你喔 這些平盤線 平常的震盪大概是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也不得了 以後可能會小心喔 會這樣這樣 我來用黑色好了 以後可能會這樣子這樣子 這樣再劇烈震盪對不對 可能更大喔 盤中一兩百點 都很常態的情況 你誤解我了 我的高低可是差了三百點 差不多 前幾天不是高低就三四百點了嗎 好來接著 那我認為量 要看量 只要是維持在三千五到四千五區間 我覺得是OK的 它是一個穩當往上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行情會不會反轉 我認為不會 除非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融資不要連續量增三十億元以上 像今天不要再三十億元以上了嘛 結果不太好 那我們再觀察一下 我們回到剛剛的融資好不好 融資呢 昨天把大家嚇壞了 前一天是這樣子啦 如果今天禮拜五 下個禮拜一 下個禮拜二 融資怎麼樣 就是好的 寫好的 走前面這樣子 這個增一點 增一點 然後這樣這樣子 你不要連續 今天這樣不好 融資不能連續的地增 連續大增 最好都在40億或30億以下 如果漲 大家是減 那就更好 沒有錯 或者是說資 然後資深的標的 我們發現到 都是主力大戶法人的那些的標的 那就助力了 對 沒有錯 這幾個面向 大家盯著看了 再來 好 那再看外資 外資目前我認為也還OK 只要未來不要出現 連續的大賣百億元以上 幾十億的來來回回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看一下現貨 那他沒有大賣 這樣子買算是真心誠意嗎 對 還算OK 也不要說連續 這個比75還多 連續100 100多這樣子 這樣不好 那我們不能嚴格要求 買個百億嗎 不是賣百億 是買個百億呢 買百億我覺得也還好 為什麼 因為百億滿常見的 可是如果買到 兩三百億之上 那又另當別論 會不會過熱的情況 我想到成功大哥說了 外資當然買 你才會害怕 外資賣 反而是個好買店 是這樣沒錯 好 那請問 如果對於外資 貫注解讀是正向的 那期貨呢 期貨的大家空的今天 他可是三多的方向 今天加空 你又何解呢 我認為今天來講的話 外資期貨空了 大概多了四千多口 應該是受到台積電 跟台積電ADR下跌的影響 我看到台積電ADR跌了 對不對 我先空 這個盤中台積電跌 我先去空 又跟大阪指數比較相關 那這個空呢 是踹我們兩三角的空單 還是說避險而已 避險單為主 避險單為主 大概不至於是看空的 好 那如果借券出來 我們看一下 或者是PocoRagio值 因為我覺得 哎呀 請問喔 今天信口 完蛋 借券賣出有暴增到82億 借券的確實股票嘛 借券金額沒有到前面那麼可怕 那如果今天晚上 我們會幫你查 這個查出來之後 如果借券賣出 真的有賣 是2330 那就代表 如果借券賣出是2330 就代表 我覺得還就要擔心一下了 不要連續賣2330 因為其實我覺得 從查看法說來看的話 沒有到那麼糟的地步 一直你去賣2330 是不是背後 還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是我們現在不知道的 我懂了啦 就是雞蛋裡挑骨頭 他當大家不認識 設備折舊攤體的意思嗎 我們今天一減 你就知道原來 乍看是負相 細看是正相 對 沒有錯 我覺得是還好 每一家公司都一樣 不是只有台積電 台積電那個設備 都那麼樣的貴的 所以觀眾非常謝謝您了 讚 他剛剛的意思是 如果這個借券賣出 因為已經來到82億元以上 如果是主要賣台積電 不要連續狂賣就好 Bingo 果然 今天的外資賣抽 請看 就是賣台積電 但昨天對於2330台積電 之前的外資 可是買 買 買的喔 外資之前對於台積電是 買 今天才由買 轉賣 觀眾說 不要連續 Sale 越賣越大 那就Fly 觀眾沒錯吧 沒錯 好 我們今天再看就對了 反正我天天主持 天下百分百 您就可以天天安心 所有的訊號 我絕對會幫您拋在第一棒 就要像其分解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從4月份更明顯吧 抓我們幫您抓 是去年到現在 去年 今年 先畫電子指數喔 電子指數 在這 在這喔 史高是在這 這個不要刪 這是電子 然後呢 電子在這喔 接著您馬上瞄 金融呢 看到沒有 有看到嘛 電子時高沒有過 在A點沒過 金融在這 過高了 傳產呢 其分解請上來 更美麗 就是這個點點 大家一同到位 所以呢 傳產也來到了高點了 然後呢 傳產當中最猛的 是鋼鐵 您看 飆涨 航運 靜陽 所以其分解的資料 是 沒錯 謝謝您啦 你看 他說現在 你還中愛電子 錯錯錯 要轉向這個方向的ETF 對吧 是 沒有錯 當然台灣的電子股 是很強的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的 產業也是表現很不錯的 特別是今年是輪動 所以大家真的 不要只有買 跟電子相關的ETF 其他還有很多的ETF 涵蓋了很多的產業 大家要留意 那其中的話 我這邊挑出來的 最主要就是 它的電子比例 是在50以下的 那意思代表什麼 傳產金融的比例 是比較高的 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來 這些的ETF來看看 大家可能會很驚訝 今年竟然有一檔ETF 漲了46% 00733 富邦台灣中小 是 好 我想那個就是說 大部分的人 都會去買0050 那個圈值最大的 可是這個是中小 大家就可以想像中小型股嘛 大家過去根本就不太留意它 可是沒有想到這一檔ETF 今年是暴衝 為什麼呢 我們看它的前三大持股 群創 萬海 對 永豐瑜 那其實第四檔是陽明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正好都是 第二檔之後都大漲了 對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最近都是航運啊 造紙啊 面板啊 鋼鐵啊 全部都在漲 所以其實這一檔的ETF 它相對是受惠的 就漲很多 好 那除了這檔之外呢 事實上在這個ETF 還有很多檔 像這些都是標榜叫做 高息低波 像包括這個元大的啦 富邦的啦 還有這個富華的 這些都叫高息低波的 這些ETF呢 事實上大家來看一下它的持股 像統一啊 台灣大啊 國泰金啊 這些都是算是這個龍頭企業 對不對 那都 但是呢 過去說話金融 表現不好的時候 沒人理它 可是呢 其實它今年就是 開始就有所表現了 所以齊芬姐 你也認同 看仔細了 食品龍頭 塑化龍頭 塑化龍頭 金控龍頭 您是不是也認同 2021的今年 將是這些傳產龍頭 大象 起飛年 是 絕對沒有錯的 好 所以像這些的ETF 其實它過去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是比較偏向說 產業要分散的 我不是獨中電子股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幾乎這些產業它都涵蓋 所以說你現在如果說 萬一你不想只追電子股 你要來追殘殘股 殘殘股那麼多檔 你不知道買哪一檔 那還不如就買這個就好 像譬如說以這檔來講的話 它水泥是比較多 然後有一些生計 但是後面兩檔的話 可能它的金融比例是比較高的 所以其實整體來看 我們可以偏向說 前面這兩檔比較類似 然後後面兩檔 就是金融佔比比較高 好 我幫大家唸過一遍 金融佔比比較高的是 00731 富華富時高息低波 00701 國泰股力精選30 金融比例比較高一類 第二大類 00713 元大台灣高息低波 730 富邦台灣優質高息 是傳產為重心 那這個就是中小 好 我們看第二頁 那齊芬姐請問 我喜歡這五檔 我又該如何操作應對 好 那沒有錯 就是說今年的話 是這一檔的這個報酬力 是最高的爆衝 可是就是說我會建議說 這一檔是比較適合賺價賺 因為它都比較偏中小型股 所以波動性是比較大一點 而且它比較偏重在說是配息 像它去年的話 它配息只有配一次 它本來應該是要配兩次 可是去年它只配出一次 然後它的殖利率 只有一點多而已 所以買00733 是向重在賺價差 而非存股配息 是 沒有錯 還有一個稍微要留意的是 這一檔ETF的話 它到目前為止 規模是比較小的 所以它的成交量也比較小一些 為什麼規模比較小 真的就是大家只認識0050 沒有人要認識中小型股 所以就是有事 算是被大家錯過的一檔ETF 對 大家忽略它 但是這一檔我之前也追過了 正報酬今年最猛的 漲幅最大就是它 也許您今天講了 慢慢的規模就放大 認識了就了解 了解就愛上 這樣知道嗎 好 其他 好 那另外的幾檔的話 我覺得都是適合存股的 因為這些的ETF最重要它的重點 就是它產業分散 而且它非常的重視 它就是要有好的配息率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過去的配息的水準 大概都還是有4%到5%左右 股息殖利率4%不是很讚 是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 我們的下檔的保護 所以比較適合來存股 那當然國泰股利精選的話 過去大家也是認為它殖利率不錯 只是去年稍微比較低一點 那也許今年像今年金融股 這個獲利也不錯 所以我想今年可能配息 就可以恢復好一點 然後所以去年配的稍微低一點 那另外幾檔的話 規模都稍微比較大一點 這一檔還稍微比較小一點 那事實上其他幾檔的規模都還可以 所以00701這一檔金融為重的 它的基金規模46.89億這麼多 是 因為它的前年2019年 它的配息非常的好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來買這一檔 它目前來講的話 它的稅益人數也是很高的 就是投資人數是很高的 那齊芬姐我要一個答案 然後聽仔細 我的大前提就是 我想要定期定額買存股 這個先把秉除在位 因為齊芬姐說這個賺價差而已 如果國泰金 富邦金 開發中信金 我每一個金都很喜歡 可是錢也不夠多 乾脆我就買這一個 然後定期定額半年配 一年配兩次 然後另外一個 中間我愛 台妮也愛 色話更愛 因為油價會漲 經濟會好 可是錢也不夠多 我定期定額買這兩檔當存股 一年配一次 行不行 好 行 但是稍微調一下 就是這兩檔是比較類似的 那這兩檔比較類似 因為這一檔的話 金融股比例還是比較高 它大概有四成左右 那我懂了 如果資金夠的話 我覺得定期定額 齊芬姐你看 我找便宜的 然後你說這兩檔比較像 找便宜的小白 來 瑞蘭姐幫您的忙 這個定期定額 每個月扣三千 那就這一檔 然後這兩個又很像 找便宜的 那就這一個 每個月扣三千 然後定期定額 時間長了 兩三年後 你就發現錢滾進來了 可以吧 可以的 好 感謝齊芬姐 謝謝您了 我告訴你 牛高鐵的觀念都是齊芬姐教大家的 快速輪動 你會想為什麼 沒關係 我有一個大主題 今天觀眾會說囉 投資ETF要轉個彎 轉向這一些傳經當家的方向 進廣告 回到現在之後 下一個大主題 說實在的 我那時候跟許博士書記長在聊 聊說 AI醫療不是很棒嗎 怎麼會這個dream破掉人呢 美夢夢碎了 而且全世界的AI醫療到底這條路 還走得下去嗎 聽聽看 IBM為什麼要這麼做 此局又代表什麼的意涵 還是沒那麼嚴重呢